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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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是542个 他就可以坐船过来 不必像以前 回来到现在只有89个人 现在还有540个马上就可以回来 因为走了1000多个 现在回来才都是实位数字的 这倒是很危险的事情 而且还有一点 渔民都认为 说渔业署最近实施的台湾地区渔船 渔船组在境外雇用及接驳 暂至大陆地区渔船这个船员许可机管理办法 简称就是大陆渔船船员许可机管理办法里面 规定说这个渔工这个征集一定要透过仲介机构来 它就是老民增加渔民不必要的负担 而且给中介机构上下其手借机抬价的这种情形 那一个小的渔船来讲50吨的渔船 他如果雇用7名渔工的话 每一个仲介费每个月就要付3000到3500块钱 而且还不一定请得到 现在仲介还在拉台 这样子的话 船主支付渔工每人每月 光是7名渔工来讲就要多付25000块钱 一年就要多付差不多25万块钱 以上30万这样子的金额 那这不是额外的负担吗 我跟委员报告 仲介这个在以前就要 我们执政以前就要这个有仲介 在台湾有五家仲介 但是这五家仲介呢 还是跟大陆注册 保证机还交给大陆 可是 那两岸谈判以后呢 是有 现在我们增加到13家的仲介 是跟我们一页署登记 是我们一页署的关系 可是主委啊 你晓不晓得 所以这个仲介呢 主委你跟我讲完嘛 是 你刚刚讲仲介仲介 这个渔船的船主都讲 以前直接自己去大陆招工就行了 而且还有一点呢 主委你大概忽视了 老委会在民国98年3月5号 有一个修正 就业服务法46条 第一项第八款 这是第十一款的工作资格 及招募的这个聘雇的这个行行 允许不需要仲介 直接聘雇外劳 就是因为要减少剥削 就是要减少剥削 而且可以直接聘雇外劳的类别 包括家庭抗护工 家庭帮佣 机构抗护工 制造业 营造业 跟海洋鱼捞业 那结果 我们看到 渔业署最近订出来的这个规则 反而反其道而行 人家是减少中间剥削 直接让民众直接可以聘雇 而且有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 结果渔业署反而都增加老民的办法 主委啊 我觉得啊 真的 你们这些官员应该要经常下下乡 现在国民党的选票 基层一直在流失啊 绿的地方输的更多 蓝的地方也不出来投票啊 很多问题就是不是人家烟火吧 我跟委员报告啊 这个大陆劳工啊 大陆的移工 还不适用这个劳基法 他不是我们所谓净列雇佣 还维持在所谓的这个境外 我们没有提到劳基法的问题 所以他不适用 直接允不允许直接聘雇的问题 那直接聘雇啊 以前的 我现在为什么 为什么余悦属性反其道而行 不不不 这个这个是两岸协商的 大陆他也 以前就是这样子 主委啊 以前啊没有经过 我希望你哈 永远要站在台湾老百姓的这个 考量 没有错 渔民的考量 你不要我们问什么问题啊 你就啊 这是两岸协商 协商是我们两岸协商 我们要站在我们渔民的利益去协商啊 是啊 我们是站在我们的利益去协商啊 对不对 我是这样子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今天问题很多啊 主委 我今天问题很多啊 主委 今天渔民认为这是重大民怨 你就应该来解决 你就应该来解决 啊 我提出来 连老委会现在都允许直接聘雇 联合服务中心在98年的3月5号修正 就是因为减少中间剥削 那你现在还先规定这个办法 这就不对 这就不对 你去彻底的检讨 好不好 因为我今天问的问题很多啊 我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 耽误我太多的时间 在书面给你答复 谢谢 我不认为书面答复 我认为主委啊 你要针就重大的民怨 你去到渔会团体 去跟渔民去座谈 你应该下乡 你去听听他们的心声 好不好 听了心声以后 站在民众的权益里面 去两岸争取协商 去为我们的渔民的设想 不应该中介就不要中介 减少他们负担就减少负担 好不好 我们绝对是听起老百姓的意见 那你 请问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有没有跟渔会做 当然了 当然 他们同意吗 当然了 怎么他们同意 那为什么爆炸会登那么多抗 抗议的这个事情呢 他们当然是谈的 这个 好我在这边再举一个例子啊 主委啊 真的 如果你还是这样子 不站在民意的话 那群众的选票一直在丢失 我再举个例子 农田水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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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人 全国的水利会会长 三十八万 一百五十三万的这个群众会员 三十八万公顷的逛逛区 都是农田水利会的 他们也去见了行政院院长 认为说农田水利师 在今后的农业部的改组以后 应该成立农 农田水利师 不应该把他并到所谓的农村 什么发展署 这个下面 变成一个组的这个业务 因为觉得层级太低 位阶太低 既然涉及到这么多农田水利会 而且他们一再跟我们 这些委员动员 一个一个全部的 全国的这些 这些水利会的会长来看我们 说你们政府就不重视 为什么 主委啊 你就要一意孤行呢 然后一定要把它放在下面 变成农村发展署下面的一个农田组 农田水利组呢 现在已经跟大家都协商过了 我们这个农水 那又是你讲的 那为什么你协商过了 为什么他们还会一直跟我们 成群呢 所以现在协商的结果是有一个变通 就是说在未来农民服务师里面有一个科 那专门来主管 他原来是农田水利师 原来在过去的时候 就是因为位阶太低 层级再低 分属不同的省府的 还有这个中央的单位 所以说在农委会下面 变成农田水利师 来做一个幕僚的政策单位 那现在为什么你还要一意孤行呢 既然有153万的这些农田水利会的会员 主管38万公顷的灌溉区 这些都在给我们成群 那你为什么就听不进去呢 你这样子在丢我们的票你知道吗 我跟我一报告 就是后来经过协商他们同意这样的变通办法 他同意了吗 对啊 我明天明天就带这些群众来给你成群 如果他们不同意 你是不是要改 现在我我知道就是那个陈一龙会长啊 他一个他在 怎么是一个人呢 我们最近见到拿棋子他一个会长呢 对 那你为什么就要这样 人家都说就是你陈 你陈主委一个人 不是我一个人 是你陈主委一个人 我们经过大家协商的 那他们都同意说 来设一个这个科 在我们他们同意吗 他们同意吗 我们我们不然的话 我明天 我在这个礼拜 我们我们我们一两个礼拜之内 我们把这些农田水利会就请来 我们再在来谈谈看 我们开个公立会 你看他们同不同意 对不对 就是你主委一个人的意见嘛 你一个人意义孤行的话 你要晓得这些民众就反弹 你国民党就这样子不重视民意嘛 就是这样子亲情 对不对 都是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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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像渔船缺工的问题 你也说 这是那个 你这些政策 一个一个都激起这么大的民众反弹 到现在渔民进不了这个渔工 然后还要中间 因为有的中介 中介就趁机抬价 尤其缺人以后 他更抬价 一个中介费 每个月要收三千五百块钱 哪有这个道理啊 对不对 连老委会都已经讲了 现在允许减少中间剥削 允许直接联合聘雇 包括我们这个海洋鱼捞业 所以你们闭门造居嘛 绝对不是闭门造居 不是闭门造居 怎么产生这样子的政策呢 杀署长 好那请杀署长跟你报告一下 跟委员们报告 这个中介主要是对 我只是叫主委啊 你去查查看 为什么老委会会改变 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 然后你们还要定立服务的中介的政策 好不好 你把这个民怨 重大农民的民怨问题解决就好 另外这个主委啊 我要再问你啊 像现在肥料生产成本增加农民要求提高收购稻米价格 或者是数量 那你们现在啊 说是要采取这个直接符合国际农业这个接轨的方式 用农业直接给付的这种措施 这个措施你们有没有跟农民先去充分的沟通啊 现在所做的这些措施啊 包括保证价格 那它不超过我们的这个境界支持的额度 现在目前都是符合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际规范的 对啊那你们现在采取直接给付的措施是怎么样 你可以大概讲一下 没有我现在直接给付的像这个修根就是直接给付啊 那那以后是不是没有保证收购价格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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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讲啊 没有这样讲啊 那不是说我们听到这个你们自己这个标题是 国内稻米市场供需平衡价格稳定发布日期 农委会发布的3月3号 农委会农粮署表示今后 规划研以符合国际规范的农业直接给付措施 来取代目前这种这个保证收购的这种方式 保证这个稻米收购的保价收购的方式 没有啊我在在我的施政报告里面是讲 符合国际规范的淨烈支持 那他的直接给付是淨烈支持的其中的一部分 他的其中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呢就包括像这个修根给付啊 像未来的所谓的生态给付这个多市啊 那保证价格也是 所以说保证收购价格保证扩大数量这个不会改变 那个多市在会不会改变啊 会不会改变啊 会不会改变 保证这个稻米的收购价格 我们现在没有要改变的这个这个打算啊 没有要改变打算 那 请问农粮署为什么会发布这样子一个新闻稿呢 跟委员报告 这个都激起农民的关心啊 是是因为在日本韩国啊 他们是有做调整 我们在做研究他们的这种趋势 那刚才说一下 境内支持是包括了这些直接给付的措施 所以说这个包括直接给付的措施 他们在研究啦 可是在研究 将来要改是不是 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日本跟韩国啊 老早就放弃了 五六年前就放弃了 那我们现在在研究 他为什么要放弃 保证价格 为什么要要 那也是意思说 你这边讲说 我们要跟国际接轨这种措施的话 我们也要放弃 保证收购价格咯 研究不等于是劫测啊 研究随时都可以研究啊 那我们不做研究 好 这样子好不好 主委 我们希望啊 你在这个整个的决策过程中啊 尽量的跟农民团体啊 征就这件事情充分的沟通 免得形成了政策以后啊 又造起群企的反弹 对 因为我们现在啊 真的非常担心啊 行政部门今天出这个政策 明天出那个插错啊 老实讲都在 让增加民怨 都在增加民怨 对 你讲的很对 这个没有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没有说要去取消保证价格 OK 好的 谢谢 我的时间到了 谢谢 好 谢谢